如果猫误食了较小的塑料块或者塑料薄膜 你先以观察为主 同时可以使用促进肠道蠕动的药物 帮助异物排出 注意观察猫最近排便是否已经排出塑料 如果猫误食的是较多的塑料硬块 一般猫没办法自行排出 容易引起胃肠道阻塞出现呕吐的现象 那么就要带到宠物医院拍片 或者是做备餐找到位置 如果发现的比较及时 可以试下吹吐或者内窥镜取出 如果发现的比较晚可能就需要手术取出 如果猫之后还会有吃塑料的行为 则可以怀疑猫咪是否缺乏微量元素 主人可以适当给猫咪补充微量元素 平时在家主人要注意将小东西收好 避免猫咪误食而出现问题 最后是请提供的原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